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德頭顧高伯傑 我相信今天的行情 大家都像金工之鳥一樣 好像早安非常恐慌 不過基本上我不在 我相信你也聽了很多的分析 我今天基本上不再做一些陳述 而是說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副總 你說技術分析常常問我說 你的技術分析通常準確率達多少 我跟他說70%就算厲害了 70%就夠了 真的嗎 對啊 昨天我跟大家講什麼 講說這是一個吞噬底 這是一個吞噬底 對啊 技術分析可以看到說 他這裡確認70% 但是今天怎麼又破底了 看起來破底對不對 最低點達到8501 這段是什麼 因為昨天晚上歐美股市 應該說歐洲股市崩盤 美國股市跟著打噴地 打下去 我相信這個新聞台你都看多了 都跟你講了 我不太陳述 而是我直接給大家一個結論 歐美股市跌完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為什麼現在不分析歐美股市 是因為我今天有很多東西 要跟大家分析 所以沒空來分析歐美股市 因為台股要走自己的路了 好 聽好 同樣的還是請你把筆跟紙 來做好筆記 我要跟你講的是 昨天竟然是一個最後吞噬底 那今天呢 為什麼會這樣 我請大家看這裡 打下去 往上拉 拉到這裡 相差了100多點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得出來嗎 我還是跟大家一句話 贏家總是在大跌的時候看盤 好 我們來進入主題囉 來 準備好了沒 好 開戲 為什麼今天會拉起來 為什麼會開低走高拉起來 我們昨天說過了 這不是一個吞噬底嗎 這是30分鐘線 昨天 應該說這兩天在這裡晃 那我認為基本上 西坡是在8953以下 已經達到滿足點了 他在這之下的時候你看 在對震盪昨天收這裡 那今天為什麼打下來 因為恐慌沙盤 歐美股市的重挫影響到台股 那為什麼這樣 來 我們導播這邊 特寫 你看1 2 3 4 5根 紅K棒 這雖然是30分鐘線 你看得懂為什麼會直接拉5根紅K棒起來 會拉到這裡 你知道這個代表什麼嗎 我請大家看這個量 那你就知道說我要講的意思 這裡進貨一次兩次三次之後 你知道 好 放遠一點 你知道控盤者成本在哪裡 就在這裡 為什麼基本上會拉起來 這個控盤者他的成本在這裡 當然吃完貨的時候 拉到他的平均成本這裡 所以今天或許很多人 噢腦說奇怪了 哇 心情要洗三溫暖一下 把大家下出場之後往上拉 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技術分析是幫助你 看到裡面的結構 你就會知道邏輯 在大盤的方向你就很清楚知道 不會受到市場的恐慌氣氛影響 做出一些不正確的動作 那今天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不知道你今天做了什麼動作 你是不是在開軟的時候 又去殺低了 砍股票了 很多的散戶基本上是這樣啦 這陣子的融資開始減了 好 進入主題 今天開低走高之後形成什麼 昨天叫什麼 昨天叫最後吞噬底 最後吞噬底是在末端的現象 即將反轉的現象 它是第一個訊號 今天又出現另外一個訊號 來 請大家看這個 好 這邊看好 你看喔 這個下引線非常長 下引線非常長 幾乎是這個紅體石磅的一個 兩倍以上 這形成什麼 這個叫什麼 錘子 我們俗稱這屬於紡錘線的其中之一 也叫直閃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錘子 在下跌段的末端 如果出現一個錘子信號 通常都是一個反轉 那我們說到昨天這是一個叫做 最後吞噬底的一個反轉的訊號了 今天再加上這根錘子 可以更確定就是說 它是一個底部現象 底部即將反轉的現象 反轉的訊號 再加上這個量能潮 在下跌末端的時候 量能潮出來的時候 有一句話叫做量先駕行 你永遠要記得量先駕行 當量來的時候代表一件事 就是有特定人 主力在這裡趁大家在恐慌殺盤的時候幹嘛 收籌碼 我昨天有跟他談到了 股市的大股東是誰 大家都在討論 我最近講過了 今年到現在基本上沒漲沒跌 先上後下 他在玩什麼遊戲 高不怕你買 低不怕你殺 他在玩一個遊戲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今年我跟你講 雖然回到原點 很多人是賠錢的 甚至有的股票腰斬 我不騙你 我相信如果講到你的痛處 跟你講不好意思 只是重點是股市就是這麼現實 金融操作就是這麼現實 而是要領先知道 好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裡之下 認為說達到滿足點 那你會認為說 奇怪了 那應該是說要馬上看到低點啊 我跟你講 我們不用去抓最低點 要抓相對低 因為每一次 在6到9月 我在放空的時候 我都採取這個策略 因為沒那麼厲害 抓到最高點 如果有人說 是今天這裡就是最高點 馬上跌 或是這裡是最低點 馬上漲 我跟你講 技術分析他準確就達到7成 但是呢 那7成你可以抓到相對高檔 跟相對低檔 怎麼說咧 你是我的老觀眾 你一定知道 7月份我會說 這裡是一個 陰線吞噬要回檔 這個當時還在9591 7月份 這個位置 那時候大家都在拚命買股票 為什麼我要請大家放空 賣股票 我在反市場嗎 因為我看到訊號 結果在這個位置 它有沒有跌下來 有 那我也計算說 滿足點會在這個9077 9077達到滿足點 結果呢 又在破啊 有在破啊 最低來到9014 9014 沒有錯啊 我們只能抓相對低 好 相對低之後它會反彈 我們當然不要追空 會反彈上來 反彈要抓這個 VPO反彈的高點 怎麼抓 技術分析也可以跟你講 它的相對滿足點會在這裡 9396 9396之上 最高到哪裡 當然我們會說9396是最滿足點嗎 它是一個初步滿足 但是代表說它不會馬上反轉 它還會往上的不斷的來挑戰 結果來到9532 所以技術分析可以抓到相對轉折的區域 相對高跟相對低 好 既然抓到之後 它有沒有跌下來 在上面盤了9個交易日 結果有沒有跌下來 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有透過滿足點告訴你說 至少會在98953這裡 滿足點在這裡 好 那今天呢 這陣子呢 你看 就在這裡 8953之下 這裡 它能抓到相對低 它沒有辦法抓到絕對低 絕對低呢 基本上我們是人 基本上技術分析準確率可以達到70% 我們老實講 如果百分之百人 那個不叫人 那可能是用 我們講難聽也可能是用騙 我們很老實講 我們可以抓相對高跟相對低 這一陣子來你看我的節目 我一定跟你講說 那個地方可能是一個震盪的一個高點 或震盪的低點 我都跟大家講 所以說透過這裡 你可以知道說 技術分析可以達到一個70%的確確度 好 那進入重點囉 指標股裡面 你注意看喔 來 這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很強喔 我請大家看這裡 特寫 這裡有個缺口 它今天補掉了 補掉了 為什麼補掉 大盤在跌的時候 居然上漲去補了缺口 那我請大家看 這個大盤的缺口在這裡 還沒有 甚至大盤還在創低 但是台積電確實已經補了缺口 為什麼 我之前跟你講了一些道理 VV60雖然是利空 但是我看到接下來會反彈 好了 股價會先說話 股價為什麼會先上來 一定有特定能知道一些 後面的利多 後面的利多 那這真的我告訴你說 它轉折來了 有反彈嗎 好了 果真消息來了 來 下午的 最新的 熱騰騰的 台積電 第三季賺2.94 2.94 創新高 創新高 前三季賺了7塊錢 而且它也釋出了 來 消息來了 第三 你看 第三季 雖然是這樣子 第四季還要再成長 第四季還要再成長 那它已經達到了所謂的 他們預估 他們的第四季還會再成長 達到外資法人的高標準 這是利多 這是利多 所以說有時候 技術面可以領先 消息面 基本面 它已經漲上來了 好 這就是明天的關盤重點了 它已經領先上來了 雖然今天做十字線 我請大家看 這個叫季線 季線在這裡 看起來 尊重它一下 不可能一直過 放遠一點 那我要跟大家講說 季線的扣底位置在這裡 即將往下 未來兩週往下 我跟大家講 大盤指數隨後跟上 隨後跟上 所以說今天大盤在 為什麼會開低走高 你要領先市場看到一些東西 而不是看到大盤大碟 大碟 又拉起來了 你要看到內涵 好 我跟你講這些的時候 其實我是透過技術分析 告訴你一些邏輯跟結構 才不會說 我們是很多分析者用賭的 用賭的 我感覺 不可以用感覺 好 不可以用感覺 來 今天還有一個股票 應該是說這陣子 大力光 今天非常強 你仔細看 為什麼它會比大盤相對強 一定是有利多 那我仔細看 這個幾千再回去了 這裡的量跟這裡的量 你看出它在幹嘛 你透過基金分析知道 利多消息就來了 我給大家一個結論 利多已經公佈了 但是還有一個後面的利多 在10月 10月11月初才會出來 好 基金在這裡 它面臨的基金壓力 扣底位置往下扣 它只要明天開上去 你要注意 有機會創新高 平蓋股裡面 我認為基本上 有機會創今年新高的是大力光 是大力光 如果精神指標大力光創新高 你大盤認為要 你認為大盤要悲觀嗎 大力光 骨王創新高 那台股還會在這個位置上嗎 還會在這個位置嗎 不要講說突破這裡 還會在這個位置上嗎 骨王如果創新高 你去試考這個問題 技術面可以看出未來的一些端倪 尤其是我之前跟你講的 一些很多的東西你都一一驗證了 好 這是精神指標 我們再來看什麼 IC設計的部分 IC設計的聯發科 它今天雖然是回檔 它昨天很強今天回檔 目的是什麼 來特寫 它回補了昨天往上的跳功缺口 那你知道嗎 這裡本來是個往下跳功缺口 它補掉了 昨天又往上了一個跳功缺口 它今天又補掉了 代表一件事就是說 它已經落底了 好 那上面有兩個跳功缺口 還沒補完全沒補 重點是這個量 在這個低檔的時候 量已經出來了 量已經出來了 我給大家結論 基本上接下來大盤裡面 還是要看聯發科 跟大力光跟台積電 這個股票整理完後 還會再往上漲 因為要帶大盤 那聯發科已經落底了 大盤還會在那個低位階嗎 還會在那個低檔嗎 你去思考一下 我從結構已經告訴大家了 只是說 每一次的一個轉折點 我們透過技術分析 當時在9月5號跟你講說 這裡要跌了 來 有沒有 提方補跌 提方補跌 因為量價不會從到底的時候 又量價背離 它不是要跌嗎 但是往往一般人就會蒙蔽了 認為說 聯發科一味的看好 但是從把技術分析學好 你一定知道 量價背離不是常態 一定會回大 那我們就跌下來 從這裡 跌下來了 跌到這裡的時候 我跟他講一句話 這裡是利多不斷 這裡是利空不斷 但是我聽大家 那個利空已經來了 這個利空你會在10月底 11月初看到 會看到 因為特定人已經進場了 所以說你在股市當中 你對抗的是誰 法人 主力 在跌的時候利空不斷 你會殺股票 你會看悲觀 當接下來漲上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利多不斷的時候 你要注意 不要被扒來扒去 不要被修理 投資人 現在謹慎的錢越來越少了 今年來講很多人已經賠掉了很多錢了 沒有實力在做賠錢的動作了 所以說基本上 這裡如何反敗為勝 雖然這裡有反彈機會 但是你要買 你要買的股票一定是主流 是第一波強勢類股 哪一些是強勢類股呢 你看得出來嗎 我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你把技術分析學好 你一定知道 好大盤整備要開始啟動的時候 啟動反彈的時候 你一定知道邏輯跟結構 是從哪裡開始啟動 你會知道雖然要往上 那2000多檔股票 要買嗎 買那麼多嗎 當然要集中火力 在最強的股票身上 但是你的股票是不是強勢股 我不知道 但是強勢類股絕對 像大力光會創新高 但是你不會買 但還有什麼股票會創新高 我都在我們的傳證稿裡面寫了 我今天的傳稿有寫一些股票 我認為基本上 我看到了今天的盤裡面 裡面有什麼股票會創新高 我都寫在裡面了 寫在裡面給我會員都知道了 只是說因為時間不夠 我沒辦法一億的跟你講 一億的解析 因為時間太短了 那下個階段 我還是透過一些個股 來跟大家講說 接下來個股會有什麼表現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等一下喔 喂 為什麼最近公司通訊時 繳這麼多啊 沒辦法 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我們去修基地台 要沒帶 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死了 那區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 正在經濟搶救當中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 電視波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 都符合國際 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力氣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記憶 請用記憶無分珠 無分珠 快夠好 爸爸 我記得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很喜歡運動 被選為所謂的 學校的一個代表選手 去參加百米的比賽 那個比賽真的很刺激 跟全國人在比賽 原本我在學校比的時候 100公尺 銘槍跑的時候 砰 跑出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 我在我們學校 跑的時候前面都看不到人 為什麼 因為我跑第一名 我看不到前面的人 我就是看到終點那條線 我一直跑一直跑 前面都沒人 好 那就代表學校去參加 所謂的全國區域比賽 區域比賽的時候 精英一堆 預備 開始砰 剛開始跑的時候 奇怪怎麼越來越多人 往我前面跑了 往我前面跑了 天啊 我都看到他背影而已 我看到他背影了 以前我是看不到前面的人 後面的人基本上看我的背影 全國比賽我看到 基本上我都看到別人的背影 真的是 讓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股市當中也是一樣的 其實股市當中 如果能夠領先知道 一些股票的漲跟跌 我相信你不會當那個落後者 不會只看到領先者的背影 我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今天我相信很多人會談一些股票 其中一檔就是花雅客 花雅客今天漲停板 很多人會講他 相信很多人會講他 我相信我在這一段的時間 我告訴大家一些指標股 基本上 我不怕爆牌給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你是這個禮拜 來試看我的 我免費給你四月一週的 傳真稿的一些投資朋友 我希望對你有幫助 當然要做什麼股票 我也在電視上跟你講說 哪一些股票可以做 當然我直接講了 華雅客 那當然今天 如果今天很多人在講花雅客 是他之前沒有在講的話 那他是所謂落後者 你懂意思嗎 而領先者他一定是要 在領先的時間告訴大家 在什麼時候 這裡 來我們看一下 10月13號 我跟他講什麼 其實那個利多已經來了 那個利多已經來了 好在談這裡之前 我跟他談說 在這個時間點 7月份的時候 他在撞金告的時候 都是利多沒有利空 但是啊 我透過技術分析 我看到利空了 為什麼 量價背離 假突破會真拉回 但是當時啊 真的都是利多 來 真的是利多啊 華雅客賣一顆賺一顆 會對獲利會多好啊 我看到利空 我從技術分析看到利空 我看到什麼利空 我當然要做這個動作 放空嘛 7月14號 我要去放空他 我看到什麼利空 基本上我前一陣子 都已經告訴大家了 那當然 當他下跌的時候 你會看到了 真的利空來了 哇 這個我相信之前 大家都在談這個事情 在下跌的時候 跟你講利空 那是不是落後資訊 你是不是落後者 但是當你當落後者的時候 我跑第一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動作 先補一趟 有機會反彈 先補一趟 好那時候就補掉了 有一句話講 你懂得空也要懂得補 那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他會反彈 你難道眼睜睜看著你空單繼續報嗎 當然不行嘛 好那這陣子來 他有沒有彈起來 有齁 來我們再看一次 那一天之後 10月13號之後 今天看到漲停板 這並不稀奇 我們不是要炫耀說 我們 很厲害 沒有必要 而是說你透過基督飛機知道的時候 領先知道 而不是今天掌有停板 大家在談他 那是落後者在做的事情 今天去談 華雅科都是落後者在談的事情 而是要領先知道什麼 領先看到利多 但是 但是你如果是看我們傳承稿的人 這一個禮拜四月傳承稿的人 我也跟你講 你來幫我做驗證 來 10月14號 這裡 華雅科 好 慢慢來 我說我至少會來回補 這個缺口 所以我建議說 逢低了買點不是賣點 好 今天有沒有來回補 這個缺口 回補了 回補了 當然 你只是看傳承稿 你真的落後了我們的會員朋友 當然你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時間差 盤中做什麼資訊 你沒有什麼資訊 當然會落後 其實如果差別在這裡 這是我今天發給我們會員朋友的抗訊 我直接講了一句話 我們會員會放空也要懂得回補 要反舟買進 幹嘛 坐價差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講的領先者跟落後者的差別 當然今天才在看好華雅科 可能是已經落後我們很多了 但是如果你是看我們傳承稿的你也落後我們很多了 差別在哪裡 你思考一下 差別在哪裡 欠了那個有人帶你的訊息 盤中的變化 盤中的變化 賣點來了 就做動作 賣點來了 盤中就馬上做動作 而不是落後一天 或落後很多 我相信落後很多人非常多 我相信落後一天就差很多了 沒錯吧 現在是搶錢的時代 現在在搶反彈的時代 大盤還沒反彈 有了個股已經反彈上來了 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搶錢 因為這個行情是一個非常好賺的行情 我們要趕快搶錢 這一段我們放空 我們不要提當年多有 沒有必要 對你沒幫助 而是說你驗證之後 當然你要繼續驗證我 漲上來了 好 漲上來了 好 那我給大家這句話 如果 還會漲 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下一個賣點在哪裡 就插在你說 你有沒有我們的訊息 跟著我們做 懂嗎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別的 來 像這個 我們昨天跟你講了 蘋概股播雲見日 你這個只是看而已 我給你的資料 你只是看而已 結果真的 真的有沒有就是跌下來 都跌下來 這邊的股票都跌下來了 只是說 那個買賣點 你到底該怎麼做 你有沒有錯失那個機會 我說過了 我會做紙球 會做一兩打 會創新高的股票 大力光 當然會創新高 你信心不夠的人 那你需要一個人帶你的話 那我相信我可以幫助到你 只是說 你有沒有準備好那個動作 你有沒有一個魄力 你只是在看 這是一個搶錢的時代 行情不會等你 如果這行情集談完畢之後 你才進場的話 太慢了 我們都已經把一波 轉到口袋裡面放的時候 你才要進場 那就落後了 所以提醒大家 這是一個搶錢的時代 你要就趕快把握機會 不要再看了 再看 永遠當落後者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臺 租給有需要的人哦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 還可獲得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哦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臺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臺 愛屋及屋 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證照 實名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至於挺你的頭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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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分珠 無分珠 緊夠好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烘天雷買一送三感 回饋大放送 即日起參加烘天雷終極食物翻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烘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盤金藥 了解更多 請速播 02 23 65 3255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選舉要到了 你可以透過晉智心經表達理念與熱情 捐贈金藥妝